你好,下午的1点18分,2021点的1月19号星期二 那么社长现在正在坐车 结束了早上的旅程回台北去 那么今天桃园的天气阳光普照 台北也是太阳出来了 天气不会再那么冷 适合出来春季旅游 所以社长跑到这个老园流露面 结果想不到他搬家 搬到中华路民族路口 我也找到了 我还好是干这一行东文西文一下就问出来了 结果他今天礼拜二周休二日 那么我大概预计礼拜五 礼拜五或礼拜天继续来桃园 那边去买他的流杂 买他的流杂 桃园的物价算比较便宜的 刚刚吃个流露炒饭 吃个流露清长一百二十五 也非常非常的便宜 吃个汤包也不过五十五块 现在那个汤包在我们台北买的要一百块 真的是天塌地 那车长做了一点二十多的指向 车现在摇摇晃晃的 你看准备回到台北 回到台北去 准备去按摩去 那我们很适合的 很适合去按摩 以后隔天就不去了 花钱要花在导控 对你有价值的事情花在这上面 你怎么对别人好 你这个头壳坏掉 你辛辛苦苦赚来的钱 拿去供养别人的女人 别人老婆女人 你是不是头壳坏掉了 是不是 这长是一喜欢打滑时间 又喜欢炫耀 这都是我们的男人的缺点 辛辛苦苦赚来的钱 就被这些人挨走了 从现在开始 绝对不再花浪费一毛钱 这些币可以绝对赚不到我一毛 该震荡就花就花 以后就每天就坐车出去出来管 坐高铁也好 坐台铁也好 到处出来管 今天是到桃园 今天是到了桃园 看看明天的行程怎么样 明天早点行程的话 看看它的财神防徽是往哪里走 这个自强号开的也蛮慢的 但是按照以前的经验 大概30分钟会不停的 30分钟会停的 就顶半桥一张 坐下一下好运 今天都是人坐下 这是社长燕火龙 在自强号的车上跟我们会员的报告